在大大的蝦池裡撈牙撈 就是撈不到想要的蝦母 生不到幾隻活下來 高雄林園受颱風摧殘 蝦苗養殖業者損失慘重 這邊的東西死掉 然後下面 這一池更慘 水便混濁土色 沉澱的黑色物 就是死掉的蝦苗 業者粗骨蝦苗蝦母 光一池就少賺二三十萬 這還不算建築物的損失 屋頂破好幾個大洞 用鐵皮坍塌砸中蝦池 透過空拍鏡頭還能看到 養殖蝦苗的重鎮林園 強風過境速度停電 屋頂東缺一塊西缺一塊 有的甚至變露天蝦池 時間回到五天前 搶救蝦苗大作戰撈出來 看似還會動 但其實失去氧氣難以存活 另外一場的業者 已經把所有蝦苗蝦母 讓清潔隊當垃圾丟掉 一千萬隻蝦苗死光光 蝦母也死了一兩百隻 加上調節光源的設備 損失將近兩百萬 養殖業者無奈補助杯水車薪 以此風災得好幾年才能回本 考慮乾脆退出行業 臺灣瞎描重鎮千瘡百孔 相關單位能否給予實質協助 災後重建場路漫漫 三類新聞張哲盧慧珊 三類新聞張哲盧慧珊 告訴我們 我加上調節光源的設備 凍犯 狂